是的,你没看错,你眼前的这个女人是我三舅家的表妹,单身,身高172公分,体重65公斤,三维师,算了这不是重点,重点是她又要在这荒山野岭的坐堂椅了,这是要走躺平的路线了。 说话间,表妹又看来了一捆竹竿和一个V字形木棍,把竹竿都锯成50公分,在竹竿上都开一颗小孔,用小红绳绑上,表妹这是要整什么幺蛾子,话音刚落,表妹就开始往竹棚上挂,哎,等等,这是不是有点像风铃? 表妹的这一装扮显得逼格提高了不少,下面开始进入正题,做堂椅,先把外皮去掉,显得干净一些,把长木棍锯开,比划一下位置,用手锯开槽,把木棍盯上,妥妥的一副椅子架搞定,把竹竿一皮四分就有了竹片,把竹片盯在椅架上就有了一面,你是不是也觉得你干你也会,还真不一定,不信我们打个赌,你做好了我一百元回收,就在咱俩打赌的时候, 表妹已经坐好了这把椅子,坐上去试一下,舒服得很,接下来打造小饭桌,直接晴天柱上开三个孔,穿进去一根木棍当转轴,三根钉在一起做个框架,把剩下的竹片钉上去做成桌面,把桌面钉在转轴上,下面用一根木棍做支撑,你是不是也觉得很简单,还是那句话,你干不一定会,把椅子搬上来看效果,自然是完美的没得说,干了一上午活,把表妹的腿都弄脏了, 这要是在家里,三就估计会心疼得不得了,表妹可管不了那么多,直接来上一杯山泉水,躺平休息,爱谁谁